在这段时间 教会还有三姑还有建训弟兄 一直在分享《使徒行传》的信息 我想每一次的信息都特别特别地 让我们里面那个对圣灵工作的渴慕 越发地加增 然后我们也是都愿意被主来激励 一同起来为复活的基督 做见证 今天我想就着《使徒行传》 还是这前几章的经文 特别是第一章到第三章 这些背景继续与大家有一些分享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让神使用你我行心事 让我们真的被这个题目所激励 所吸引 让神使用你我行心事 我们读两处的经文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教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告什么 我必成就 阿们 我们再进到《使徒行传》第三章 十一到十六节 这段经文讲的是 在一次深出祷告的时候 约翰还有彼得两位门徒 他们往美门去 进入圣殿 看到美门口有一个摊子 那么他们奉主的名 叫这个摊子起来行走 这个摊子就起来了 就跟着他们进了殿 站着跳跃着 来一同敬拜祖 那众人感到稀奇 然后呢 使徒彼得呢 就讲了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 那人正在称为 所罗门的廊下 拉着彼得 约翰 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狠觉稀奇 彼得看见 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因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使这人行走呢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 我们到十六节 我们因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 全然好了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神在初代的教会 在五星节圣灵 浇灌下来的时候 他就做了新事 众圣徒还有使徒门徒们 就得了属天的大能 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然后使徒彼得 还有约翰 看到这个摊子 就吩咐他 奉主的名吩咐他 叫他起来行走 那我们真的是被这样的信息 还有被这样神的真实的工作 让我们来感恩 让我们受激励 这就让我们看到圣经的里面 一直有一个真理 就是讲到我们的神 他是一直在做工的神 他是一直来使用他的儿女 来接续他 来做事 而且是做新事 做更大的事 那就着这个题目 我们看第一点 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 就讲到我们的神 他是一直做事的神 而且我们的神呢 他是在历史历代 都要兴起 也借着器皿 来做他的工作 我们知道 我们这位神 跟所有的 那些外邦的偶像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这位神 是独一的真神 他是创造的主 他起初 他吩咐 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 那么他彰显了 他创造的工作 而且这创造的宇宙万物 还有万有 他不是说 就放到那里就结束了 而是呢 神创造之后 他一直用他的全能 他在托起 也在掌管 他所造的这一切 他也掌管这些万有 那么他对万有 有他的计划 他造我们 做他的儿女 有他的计划 当人犯罪 偏离了他的方向 落入罪和死亡的 黑暗的权势之下 神他又救我们的计划 他把我们救回来之后 也要继续让我们 恢复他荣耀的使命的 这样的计划 他也有计划 让他的儿子再来 完全地除去黑暗 与死亡 与仇敌的权势 然后呢 把他的儿女 带到新天 新地的里面 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 正如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所见证的 他说 我父做事 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所以我们的神 他做事 直到如今 他也愿意今天 使用你我来做事 那在这个神 他兴起他的器皿 来成就他工作的 这个过程里面 他是一直在 历史历代 都在找寻 都在兴起 建造 也在使用器皿 和他自己同工 为的是让我们 与他一同得荣耀 我们看到 起初呢 造天地之后呢 神就造人 来让人 按照神的心意 来管理治理 然后在人 这个堕落之后 神预备了 这个救恩的计划 然后为了让百姓 在这个饥荒的年代 得以存活 那么他预备了 这个百姓 进到埃及的计划 在埃及430年 后来呢 百姓受苦 那神就兴起了摩西 然后带百姓 来出埃及 我们看到 非常的清楚 神这样对摩西说 神在招呼 摩西的时候 他说 百姓在法老手下 在都工下面的苦情 我实在是看见了 他们的哀生 我实在是听见了 然后神的使者 对摩西说呢 他说我下来 就是要救这些百姓 脱离这种光景 但是神呢 他下来 他要做 但他说 没有自己做 他乃是拆摩西 他说摩西 现在你去 对吧 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 所以神 他要得到器皿 要做他的工作 在前面呢 实际上 人犯罪之后呢 神就要借着一国 一个认识他的国度 来成为万民的祝福 他就与亚伯拉罕立约 那这里我们又提到呢 他要兴起摩西 来带百姓来出埃及 摩西呢 带领百姓 在旷野四十年 然后把他们 带到了约旦河边 然后摩西被神接去了 摩西就死了 教会也正在学 这个约书亚记 神就在这个时候 在摩西死了以后 他就再兴起一个器皿 约书亚 来继续地来工作 来带百姓 要往前 要进入埃及 进入这个迦南 要过约旦河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整个的历史历代 神的工作是 一直在往前的 然后呢 他不断地兴起器皿来 他兴起亚伯拉罕 他兴起摩西 他兴起约书亚 在世事的时代 当百姓偏离的时候 他兴起一个又一个的世事 然后呢 为以色列的百姓 带来和平 带来神的同在 还有保守 后来呢 他又兴起 以色列人所要的王 他最终给他们 立了大位 立了所罗门这样的王 他借着这些器皿来工作 那么当最终 这些国度衰败的时候 哪怕是 整个的以色列被掳 那在每一个世代 在人看为 都是非常荒凉的时候 神他在不同的地方 兴起不同的先知 然后呢 通过先知 来成就他的旨意 来预备 他所预言的 弥赛亚的到来 那么这就进入了 新约的时代 进入了新约 我们看到 弥赛亚主耶稣 他就按照神的应许来了 照着经上所记 他就成就了 对我们的救恩 他走了十字架的道路 为我们受死埋葬 并且复活 那么主在复活之前 圣天之前就应许门徒 那么他走了之后 会把圣灵 会赐给他的门徒们 然后呢 我们可以靠着圣灵 来继续做主的工作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约翰福音 刚才读到的这一段经文 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 所以主这样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那主呢 真的就是说 说是更大的事 是因为 我们不是在重复主 他做的事而已 我们是在继续地 让神的永远的旨意 继续地往前能够成就 然后让神的国度 继续地能够不断地拓展 让福音能够从 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来做主的见证 让教会能够建造 让教会能够装饰整齐 然后预备主的再来 然后主这样说 他说呢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为了让我们能够 接续主来做事 他应许赐下圣灵 他也把他的名赐给我们 我们再看一下 提摩太后书 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这是使徒保罗 对提摩太和当时的 圣徒的劝勉 他说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金器银器 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杰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大户人家 就是指神的家 有各样的器皿 就是指你我 我们就这器皿 本身来说 是不同的 我们在人的条件来看 有作为卑贱的 有作为高贵的 有这个度量大的 有度量小的 这材质有不同的 但是呢 我们都被神得着了 我们都可以被同样的 一位荣耀的神 来使用 我们都可以呢 成为同样的一个 洁净的器皿 那么这样脱离 我们的卑贱 脱离我们的 这个肮脏污秽 那么不管我们 以前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不同 但是在神的家里面 他说我们都是要做 贵重的器皿 我们都是贵重的器皿 然后被他洁净 让他和他的心意 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 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 他一直往前 他一直做事 而且呢 他要使用你我 在今天的教会的时代 我们的神 基督耶稣 他自己做教会的头 然后他说呢 教会是他的身子 这样的一个话语 多么的奇妙 我们这样的一位神 这样一位天上的神 超乎万有得胜的神 他正愿意跟我们成为一 就像我们的头和身子一样 头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这个头要掌管我们的权人 发号使令 行使他的这个得胜的权能 但是呢 他把他自己 也放在身体的上面 所以呢 不是神不能做事 不是主不能做事 乃是呢 他要身子 让教会 今天来与他同工 来做事 所以呢 我们是身子 教会呢 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成为主的门徒 我们就进入这个身子 然后我们在身子上面呢 每个人是肢体 每个人的功用不一样 可能是手 可能是脚 可能是五官中的一个 可能是某个器官 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却组成了一个身子 然后与我们的元首 基督耶稣 成为一个人 成为这个 一个新造的族类 然后 我们神的心意 他要通过教会来成就 一个人 他再有思想 他再有能力 他只在那里想 他的身子不动的话 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所以这样一位全能的神 他做了教会的头 那么他就要 让教会要起来 让你我要起来 做这个器皿 这样的 复活的主的大能 要通过我们 在今天这个时代 能够彰显 所以让我们真的 宝贝神这样的一个计划 他不仅仅白白地救了我们 他让我们脱离所有的悲贱 他让我们与他圣洁 这样的生命 能够成为一 然后他要使用我们 成就他来招我们 造我们 来救我们 所要成就的工作 为要将我们带入他 永远的荣耀的里面 为要在他荣耀的国度 教练的时候 我们那个奖赏 都是有份的 所以 让我们真的知道 神在历史历代 要借着器皿 来做成他的工作 今天 神也要 做他特别的工作 那神要得到的器皿 就是教会 就是 教会里面的你我 我们看 下面的一点 那我们知道 神要借着教会来工作呢 那我们 当神真的在我们中间 使用我们来工作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要稀奇 他在教会里面 所成就的心事 刚才我们提到 神是一直在 兴起器皿 在做工的 那我们一定知道 神这个工作 不是简单的重复 他是不断地往前的 在每一个时代 有每一个时代的工作 他通过他的器皿 在不同的时代 做当时代 看为一个新的事情 我们都特别地喜欢 以赛亚书的一句 大家常用的经文 43章19节 以赛亚书43章19节 看哪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要再被环境 所束缚了 我们的神 他是掌管环境的 他是超乎万有的 他要做成他的功 他的旨意 在各样的环境里面 在各样的时代 都是往前的 当环境好像 看着不效力的时候 当环境看似艰难的时候 那我们的神呢 他就要改变这个环境 他就要 因为他要做工 他就要在这个旷野 来开道路 在沙漠 来出这个江河 所以我特别特别地感恩 在我灵命很幼小的时候 我读到这些经文 就感觉里面的热血澎湃 我感觉我们的神 真的是太伟大了 他真的是超乎我们的 我们的所思所想的 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好像我们有的时候 走不 不能往前了 那个环境就好像是 没有出路了 好像就是只有旷野和沙漠了 但是仰望我们的神 他可以在没有路的地方 来开一条路 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那么在没有水的地方 来这个涌出江河 所以呢 就是神在每一个时代 在你我的生命里面 他要做的工作 那么我们真的 面对神 一想到他这样的 要带我们来工作 我们就当积极地 来看我们现在的环境 来看神要对这个环境的突破 和带出来的新的工作 所以这就讲到 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 我们确信 他在教会 他在今天 你我这个世代 他仍旧做事 他仍旧往前 他要做新事 《使徒行传》一到三章 我们看到神按着应许 到了五旬节 他就赐下应许的圣灵 在上个月的2月20号 我也在这里分享 对吧 讲到五旬节圣灵的降临 门徒们以为稀奇 然后呢 使徒彼得就站起来 就对大家说 对吧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所以圣灵赐给我们 我们对圣灵应该有这个该有的经历 也有该有的认识 对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 那是我上个月 正好是20号 跟大家分享的 那今天想在这里 继续地来提这一点 就是圣灵真的在我们中间 按照应许来的时候 那让我们看到神 在做新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看 不是在那里说 这些人是喝醉了 然后用人的这个办法 来解释神的新的工作 所以彼得呢 对大家这样说 众人都惊讶的时候 众人说 看啊 这说话的不是加利利人吗 但是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 高声说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然后后面他就引用了约尔书 先知所说的话 所以当末后的日子 神的灵要降在凡有血气的人的里面 儿女要说预言 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所以神要改变我们每一个 祂所做的事 要超出我们所思所想的 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 再往下看的时候 到了第三章 初代教会成立之后 那约翰和彼得他们 进圣殿来去祷告 我们看这段经文 十二节到十六节 当时呢是医治了这个摊子 然后众人就惊奇 那十二节 彼得看见 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因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使这人行走呢 我们因信他的名 第十六节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 全然好了 所以看彼得 他没有任何的惊讶 真的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工作 他在信心的里面 完全地迎接 还有领受 当做了这么大的 一个神迹的时候 他非常的 里面非常的平常 他知道 这就是主所做的一件事 这不是说什么呢 我们有什么能力 我们还是我们 但是是神使用了我们 他说呢 你们也不要以为 是凭着我自己的能力 和我们的虔诚 使这人做事 虔诚是什么呢 虔诚就是我们好的 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 虔诚就是指 这个人能够非常的爱主 这个人他认真的读经 认真的追求 认真的祷告 然后呢 他不爱世界 他把自己分别 但是人的虔诚 也不是神 也不是有什么能力的 所以这个人能够 起来行走 这么真实的一个神迹 单单是因为 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的名 他自己的名 给了教会 然后呢 教会能够凭着信心 能够使用这个名 那就成就了这样的事 如果说某个人有能力 那么我们就会把神的工作 限制在某些有能力的人的身上 只有特别的人 能够做特别的事 如果说只有虔诚的人 他因为他的虔诚 他能做这样的事 那我们就都不能靠信心了 就是靠人的努力了 我这两天我虔诚 我这几天没犯罪 我跟神的关系好 我好像就能行一些事 然后我这几天软弱了 神就离开我了 好像 然后呢 我们就起起伏伏 但是神做事不是如此 神做事就是 把他的名赐给我们 以后我们会分享这一点 这真是一个宝贵的事情 然后 那我们凭着信心 就可以让主来做事 我们不过是运河 我们不过是器皿 我们不过是让主通过我们 来做他的事 所以这是彼得的一个看见 所以呢 今天啊 说心里话 当我们学这样的 听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祷告 神要更新我们里面 对神 神工作的一个认识 多么的容易啊 哪怕是今天很多的教会 特别是北美的这种情形 我们很容易就把神迹启示 把他限制在过去的事 使徒行传十七的事 只有使徒们和初代教会的 那几个圣徒们能做的事 而把神的应许 在我们这里面因为不信 然后呢 我们就不求 我们也不使用主的名 所以呢 主就在那里 他就不做事 不是主不能做事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教会 主是教会的头 他要通过身体来做事 当身体不按着头的 这样的带领 不行使头给的 全名的时候 那主他就不做事 所以我们要明白 他不是不能做 而是呢 他不做 他在等待器皿 等待教会起来 行使他的全名 使用他的名 所以呢 我们应该积极地 来看主的这个应许 我们应该积极地看 神在不同的时代 在往前的工作 我们常常呢 会看环境 看今天 世界又在动乱 好像过去二十年 我们没太珍惜的 那二十年的时光 竟然一下子 好像成为 我们生命里面 最好的一段时光 那段时间 时光 我们的经济 不断地在进步 我们的生活条件 不断地好转 这个电子产品 不断地翻新 然后呢 外出 出行 跨国旅行 工作 生活 越来越便利 然后世界相对和平 但是你看 从疫情开始 一切的事情 都up down了 对吧 都完全地翻转了 我们回不去 国内了 我们不能自由地 来出行了 世界越来 这样的一个一体化 一下子又 又分开了 不停地 各国之间在脱钩 然后现在又开始战争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这个战争的走向如何 然后疫情带来的 各种的撕裂 包括我们看为一个 非常有梦想的 这样的美国的国度 也满了各样的 让我们好像失望 甚至是有的 让人绝望的一些情形 但是历史历代 这些情形都有过 在日光之下 在神的眼中 没有心思 在教会历史上面 在人类的历史之中 比这黑暗的时候 有过好多次 但是神的教会 没有被击倒 神的旨意 一直在往前 教会一直在往前 我们今天看教会有问题 这里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 各处的教会有问题 但是神要得到那个 能够被他带到 一个新天新地里 那个教会 那个我们叫做 Universal Church 对吧 这个宇宙性的教会 一直在成长的 世界各处的得救的人数 一直在加增的 所以让我们来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他是一直往前 所以就是今天 不管我们面对 什么样的情形 我们个人 我们的环境 我们所在的国家 所在的世界 我们所处的 教会的情形 让我们知道一点 神他仍在做事 而且他要使用你我 在做别人 不能替代的事 他要使用你我 来做新事 当我们没有这样 看见的时候 我们就 就不会期待 我们也不会起来 作为器皿 让他使用 所以我们自己 就会亏损 那神的脚步 也会因为 我们的小心 而被拖延 所以我们分享 今天的第三点 也是我特别 有一个负担和感动 跟弟兄姐妹分享 也是对我自己的 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要积极地 来祷告 来求 来让我们的神 来使用你我 继续行新事 对于神要使用 你我行新事 我们必须要一个 信心的 这样的一个眼光 一个属灵的眼光 来迎接和预备 我们自己 做他的器皿 和他心意的器皿 若没有信心 我们就不会求 神在教会里面 来做工了 我们也不会求神 通过我们 行神迹奇事了 我们也不相信 今天还有神迹和奇事 但是如果我们 查好圣经 我们就看到 神是在历史历代 神有太多太多 这样的积极 还有信心中的见证 成为我们的参考 刚才我们提到 教会在平时 我们在主日 都在讲使徒行传 今年就会常常的 讲使徒行传 那在联合聚会的时候 大家会看直播 联合聚会的时候 一直在讲约束亚记 约束亚记的例子 我们就是看到一个不同 神通过摩西 把百姓带到约旦河边 神兴起约束亚 就不是重复摩西的事 当然呢 他也是要接续摩西 做以色列的属灵的头 来带领他们往前 但是呢 约束亚的工作 乃是摩西没有做的 乃是接续着摩西的工作 往前的 摩西带百姓过红海 旷野来牧养他们 带他们打败河东的王 然后来到越南河边 约束亚乃是要带领百姓 从越南河边 继续地往前 过这个越南河 然后来打叶利格 来有打所有的 迦南的王 来征战 来得这个地图 来得胜 就是这个 在往前来征战的 这些里面 也有太多太多 属灵的信息 让我们被激励的 打叶利格的时候呢 乃是绕城 对吧 全体的百姓 在祭司 扛着约柜 这样的带领之下 每天绕城一次 要了七次 第七天绕了七次 然后高声呐喊 叶利格就倒塌了 那过了叶利格 打爱城的时候 他就不是这种方法 对吧 他就没有用叶利格的方法 后来与南方的王 北方的王 征战的时候 没有一场征战 他们不得胜的 对吧 结果都是一样 神带他们得胜 神把敌人 交在他们的手中 神是自己在做工的 一直在做工的 但是神带他们 经历每一个战事 每一个征战 都是不同的 神的得胜 神借着百姓成就的事 都是新的事 所以呢 当我们真的想一想 又是雅基 我们要被这样的信息 所吸引 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 征战 不太愿意面对 我们没有选择的环境 不太愿意面对 婚姻家庭出问题 不太愿意面对 我们的孩子出情况 让父母好像都没有办法 好像我们被迫着 要去征战 但是看看 这个征服家难 对吧 我们是为了一个荣耀的 一个使命的 我们要让这外邦的地 那么成为我们脚掌 所踏的地 成为应许的地 所以任何的征战 都是有积极的目的的 所以今天 当我们没有明白 神是往前的 我们没有明白 神是要借着你 我不断地做心事的 这个时候 那仇敌 他就没有停止 他的工作 余弟兄也经常讲 是吧 这个撒旦 一直在忠心地做他的功 在破坏 在偷盗 在毁坏 如果我们没有靠神 被神使用 做器皿 来做神的工作 那在这 我们就不得不 被动地征战 但不管我们是主动也好 是被动也好 我们知道神 他永远是得胜的 然后神的做工 不是按照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办法的 神是要做心事的 那这是摩西和 优书亚的例子 那么我们再提 圣经里面一个 大家很熟悉的例子 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 亚伯拉罕 他为什么是我们 信心的一个祖先呢 为什么让我们 值得学习呢 就是因为 他深深地明白 凭着他的信心 他就知道神是往前 神能够做心事 那神给他这个孩子以撒 对吧 在那之前他不信 神说你自己的孩子 才能继承你的产业 所以呢 他抓住了神的话 但是他不信 他就相信了一半 我自己的孩子 要继承产业 但是呢 他不是跟萨拉去生孩子 因为他认为 萨拉完全不可能生 然后他找了下家 这个埃及的死女 对吧 生了以时玛丽 但是神说这不是 那从你和萨拉生的 那才要做这个产业 就是以撒 所以这是神做的工作 那他生了以撒 生了以撒 这两个孩子相争 这个大的 这个以时玛丽 欺负小的 萨拉就 就把这个下家 和以时玛丽又赶走 那么亚伯拉罕很伤心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那个也是我的孩子 但是神就安慰亚伯拉罕 他说你要听萨拉的 让这个夏甲和马丽走 我要 也让他成为大国 但是呢 从那个以撒 那才要 才是我要给你的国 从以撒生的 才要做你的后裔 那神这样的安慰 亚伯拉罕 他也就顺从了 但是想不到 过了几年 神突然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现在起来 对吧 带着你的孩子 你独生的孩子 以上 你往我所要你去的一个山上 把他作为一个繁迹献给我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考验 那亚伯拉罕的伟大之处 就是在于呢 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有一个信心的功课 他让我们学习 他一点都不犹豫 带着孩子就走 甚至可能没有告诉萨拉 告诉了萨拉可能就不让他走了 然后走了三天 到了摩利亚山 然后呢 摆着祭坛 放着柴火 以撒问他 这个祭生在哪里 亚伯拉罕说 就是你 拔出刀来 把这个孩子捆了 拔出刀来 就让把他杀了 做这个繁迹 这个时候神 他看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 祝福了亚伯拉罕 那么为他预备了一个羔羊 替换了以撒 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这样做 为什么能够献以撒 那么在西伯来书 有这样的一段话 特别的让我们能够受激励 我们看一下 西伯来书十一章七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 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预言 对吧 他把那个 以士玛丽赶走的时候 神说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 所以你要保护以撒 那十九节 他以为 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反复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所以呢 他就能够把以撒献上 在这之前 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前 没有人看到神叫死人复活的事 对吧 这是一个人都不能想的事 一个全新的事 但是亚伯拉罕 因为他的信心 他抓住了神的一句话 神曾经 某年某月某日 他指着以撒说 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 他就知道了 我要从以撒得我的后裔 这是神的应许 但是今天同样的这位神说 把以撒作为反击我的献上 那他也得听啊 神是神 对吧 他要顺从 那么要把以撒作为反击献上 以撒就得死 但是神之前又说了 从以撒 他要得很多的后裔 所以呢 亚伯拉罕在这样的一个 推理的过程里面 他用着信心 他相信神的话 绝对不落空 所以他就自己得出一个结论 圣经里面讲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 从死里复活 以为这个词 在英文就是 reason的 就是他推了一下力 用着信心来推断 没有人告诉他 神也没有直接这样讲 但是他因着信心 他没有限制神的工作 他就知道 我即使把以撒杀了 把他烧了 对吧 火降下来把他作为反击烧了 但是神说要从以撒 给我很多的后裔 成为大国 所以呢 这一定能够成就 那唯一能够成就的就是 以撒死了也要复活 然后要娶妻要生子 所以这是一个信心 这是一个我们今天 要学习的信心 我们今天祷告 常常一看环境 用人的办法 一听专家的意见 我们就放弃了 啊 没有办法了 这个事情不行 神在那个人身上能做工 但是我的情况特殊 没有什么办法 神在那里能够做工 但是在我家 可能这个情况 神就无能为力 我们都是往反面来推的 所以我们就在限制 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 盼望我们来学习亚伯拉罕 能够这样积极地 凭着信心地来相信神 相信神做工 相信神做先事 相信神做大事 而因为信心 把自己摆上 迈出这一步 作为器皿 来成就神往前的工作 在人的小心的 这个过程里面 神多么地保卫 亚伯拉罕 这样的积极的信心啊 所以就盼望我们 能够效法亚伯拉罕 效法这些圣经里面的 这些例子 那么我们能够往前 能够积极地 让主使用我们 所以呢 神的旨意往前 祂的应许绝不落空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神特别是 使徒行传一到三章 祂让我们看到呢 我们是面对圣灵的工作 圣灵所成就的神迹启示 我们应该积极地 来追求 积极地来预备自己 被圣灵来使用 然后让神 继续在教会里面 做新事 所以这个新事呢 祂指的呢 不见得是说 凡事都是没听过的 神一定也会这样做 这个新事就是 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要 让主的旨意能够畅通 所以呢 这一切的事 我们都可以说是新事 神应许的 要在今天 继续地成就 这就是新事 那么我们为 复活的基督做见证 我们让神使用我们 在这里 我非常简短地 提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应当追求圣灵 向我们开启神的话 神的话 非常非常的重要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我们说有神的同在 我们说我们依靠神 最直接的就是 你有神的话 在你的里面 就是你能够抓住 神的话 做把握 这才是你依靠神的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例子 有一位 非常好的主的使女 她叫做史路易 就是刚才这段歌词 出自信靠耶稣和其甘田 这首圣读诗歌 那这个作者呢 他在海边 他和他的丈夫 带着他自己的孩子 在海边 在纽约的长滩 纽约长岛那里 在那里度假 那么他们是把自己尾身 是来服侍做宣教的 那天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海浪 把一个孩子 别人的孩子卷走了 他就说 丈夫你快去来救他 他丈夫跑过去 救那个孩子 但非常不幸的是 他的丈夫和那个孩子 都被浪给卷走了 所以在这样 极大的一个打击的下面 那这位姐妹呢 她就抓住了主的话 她说信靠耶稣 何其甘田 抓她话语做把握 安息在她应许上面 指知主曾如此说 所以主的话语 永不改变 主的话语 永远有力量 主的话语 就是主自己 主的话语 就有生命 所以我们要 在各样的难处的时候 自己都没有力量 没有办法 没有盼望的时候 我们来抓住主的话 但是呢 这是一个 好像我们遇到环境 要抓住的话 这是一个 消极的一个 来抓住的话 那我想今天 特别提醒弟兄姐妹 神把圣灵赐给我们 五千年的圣灵 交换给我们之后呢 就让我们能够 更加地明白主的话 让这个主的话 从这个logos 从这个记载 从这个历史 而成为Rima 成为活的话 成为有能力的话 成为两人的剑 一样的话 所以我们应该呢 借着圣灵的工作 来积极地抓住主的话 持守主的话 来运用主的话 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这里提了几节经文 没有时间讲 大家可以看 十六行传一章二十节 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你就看到 这都是彼得 他因着圣灵的一个开启 这个加利利的渔夫 没有受过特别好的教育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因为经历了圣灵 他突然能够引经据点了 哇 这真的是 非常奇妙的事情 他被圣灵感动 一下子就能够把主的话 把圣灵的话 能够讲出来 而且是那么准确 恰到好处了来使用 而且他一使用 别人就有同样的感动 那众人就扎心 众人就被主的话 深深地被那两人的利剑所刺痛 那悔改来归主 所以让我们为此受这个激励 读经的时候 我们强迫自己读是很好的 对吧 我们坚持我们的读经计划 坚持每天定时的读经 但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 也要祷告 每次读经不是读一读 增长我们一些知识 或者是完成我要打卡 我今天任务完成了 我们每次读经 祷告 主啊 圣灵啊 借着今天我要读的经文 对我来说话 让那个话能够抓住我 让我能够为这句 因为这句话 我要起来做一个见证 要把这句话 行在我的里面 成为我的力量和翻转 让这句话 感动我去与别人分享 成为别人的帮助 所以我们想让神 使用我们做心事 就要保卑神的话 就要祷告圣灵 能够把主的话 不断地向我们开启 然后我们因为 这样活着的话 我们的生命是活的 我们的言语 做事是有能力的 有这样的一个记忆的例子 值得我们来效法 来参考 就是神所爱的大卫 大卫在他老迈的时候 在他临终的时候 他留下了遗言 那这句话呢 是在撒末尔记下的 二十三章 一到二节 我们请同工 帮我们放一下 那大卫这样说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 耶稀的儿子 大卫得居高位 是雅各神所高的 做以色列的美歌者 说 大卫临终的遗言 耶和华的灵 借着我说 他的话在我口中 所以大卫他一生得胜 然后他在临终 神所爱的这样的仆人 雅各神所高的 这位和神心意的器皿 那么他说 他一生得胜的奥秘是什么呢 他能够胜过 哥利亚 无数的征战得胜 带领以色列复兴 那就在于神的灵 常借着他说话 耶和华的灵 借着我说 这个翻译的有一点 不太像中文 那英文里面就是讲 神的灵 不停地借着他来说话 神的灵 不停地 来借着我说话 然后 他的话在我口中 就是神的话 在我的舌头上面 我一张口 我讲的就是神的话 就是圣灵把他的话给我 然后我讲出神的话 这也是为什么 你读诗篇 那么多大卫的诗 都是神的话 他乃是用神的话 在跟神来祷告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 得胜也好 还是逃亡也好 艰难也好 他都抓住神的话 而讲神的话 用神的话来祷告 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 按照圣灵的感动来祷告 而且 他也用神的话 来建造 他的勇士 他身边的人 他的国家 他的百姓 我们都盼望有能力 那就让我们 被神的话所充满 我们做什么事情 就祷告圣灵啊 你要给我启示一句话 我没有的话 我读情就祷告 神不断地把话给我 然后我们来跟别人交通 你就发现 你讲那么多属灵的道理 也没有用 但是你就祷告 给他一句神的话 那个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所以盼望我们 追求圣灵 把他的话 启示给我们 让我们得到这句话 我们也靠着圣灵 能够像彼得那样 来使用神的话 成为那个两人的利剑 让我们自己 教会和同伴 都受建造 我们看第二件事 让圣灵来引导 我们的祷告和服事 十六经传三章一到四节 讲到这个摊子 被医治的那个背景 伸出祷告的时候 彼得约翰上殿去 有一个人 生来是瘸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 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周祭 然后他看见彼得约翰 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祭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 彼得说 你看我们 就是非常让我们 可以多一点 思想的一个画面 这个人是天天被人抬来 因为一到了那个时间 众人进殿去 是一个好的时段 然后人就把他抬来 放在那里 约翰彼得不是第一次进殿 他也常常看到那个人 对吧 但是他之前也没什么办法 而且这样的人 可能也不止一个 太多血气枯干的 太多无助的人 这个世代就是如此 但是呢 当圣灵已经给了我们的时候 当圣灵开始 让我们有一个感动的时候 那彼得和约翰 就做出了一件事 非常让我们学习的事 他们这次在经过 像往常一样 就想经过了 但是突然里面的灵 提醒他们 你要停下来 然后他们就顺从了 这个恩高的教训 他们停下来 然后他们看这个人 这个人就有期待 给我多少钱呢 对吧 就看着他 然后彼得说 你看我 然后分明地说呢 金和银我都没有 对吧 我把我有的给你 奉主的名 你要起来行走 所以这是圣灵 给他的一个感动 那在祷告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真的我们要操练 主啊 我的祷告 不是说我来 在神的面前 一个流水帐 开一个清单 一个例行公式 那他的这个祷告 本来是 好像例行的 到了这个时间 要进殿祷告了 但是圣灵就把 让他停下来 打乱了他自己的计划 和程序 然后让他呢 做这个新的事情 来服侍 来彰显神的大能 所以我们要给 圣灵空间 给他自由 来带我们的祷告 所以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真的说 圣灵你带我祷告 你带我为什么事情 祷告 我就为什么事情 祷告 圣灵你带我来服侍 你让我怎么服侍 我就怎么服侍 圣灵你让我想到谁 我就去来为他祷告 圣灵你让我去探访谁 我就去探访他 如果我们操练的话 神一定会有这样的工作 你一定会知道 这是圣灵感动我做的 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 当我被圣灵感动 为某人祷告的时候 我会听到过了一段时间 那人说感谢主 对吧 我知道肯定有人为我祷告了 我的那个事情解决了 那我的心里面就非常的 阿们 当时我在为他祷告 我自己有难处的时候 我把祷告题目分享给众人 然后呢 我有的时候感觉 我自己可能都没有什么力量 但是那个事情还成就了 那我都常常会说 一定是有谁在为我祷告 然后后来你碰到某位弟兄姐妹 他就说 阿 那个时间他在为你祷告 我会说 阿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 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都被圣灵这样的感动 给你负担 你就为别人来祷告 给你感动 你就为他按手 给你感动 你就去探访 你就 你就按照圣灵的带领去行 相信我们都会常常说 原来圣灵是这样在我们中间工作的 所以呢 这是第二件事情 那么我们让圣灵来带我们来那个祷告和服事 特别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对吧 他讲到恩膏是在我们里面的 这个恩膏就是圣灵 所以呢 恩膏是教导我们 凡事上面教导我们 这个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呢 恩膏 这个教导是住在我们里面的 好 那我们讲最后的一件事情 就是凭着信心 使用主名所赐的权柄 这个使徒彼得还有保罗 使徒彼得还有约翰 他们的祷告是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就这一句话 就把这个人起来了 那么成就了这个一个伟大的神迹 我们看到这让我们很多的学习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什么没什么 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的时候 我们拼命去做 我们做不来 也很累 对吧 看到别人的需要 别人说他有难处 我们常常想着我们的口袋 我们有没有这个东西够帮他的 对吧 别人一说他患病了 你就小组弟兄姐妹 常常想 你要找哪个医生 我推荐哪个医院 对吧 我们都是想这些东西 但是有一个 永远你都 你可能就是说 人的办法 你总有到头的时候 但是有一个东西 你一直有 不论什么条件下 你都可以使用 而且是最有用的 那就是主的命 所以彼得这样说 金和银我都没有 但是我把我有的给你 我奉拿上了人 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所以主把他的名 赐给了我们每一个 不管我们 想帮助同伴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但是主的名 我们都有 所以主的名 我们都可以使用 哇 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祝福 使用别人的名 如果大家举个例子 也很有意思 如果呢 我想帮建勋弟兄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我会让他去找亚莎姐妹 那亚莎可能不认识建勋 我就会说建勋 你去找亚莎 你提我 让你去的就行了 对吧 然后建勋就去找亚莎 说亚莎这个事情 请你帮我一下 是约瑟让我来的 然后亚莎说 好好好 因为约瑟说了 我就给你成就了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你看这个名的意思就是 你提谁的名呢 就把谁给拉进去 这个人就要给你担保 对吧 你就看着这个人的名 和这个人 然后你要做事 你听到这个名就要做事 但是如果有一种情形呢 就是别人冒用你的名 你明明没有让他去说 他去跑过来 哎呀 这个某某人让我来找你 他说什么了 那你会怎么样 你会很生气 对吧 你怎么能随便这样说呢 我们明明没有这样讲 但是主把他的名给我们 我们使用主的名 那主就要在里面来工作 就来成就 而且不存在一种情形 你说我奉主的名怎么样 然后主说我没有 我没有让你使用我的名 主把他的名给了我们 阿们 我们可能是有条件地 把我们的名给少数的几个人 但是主把他的名 给了他所有他的儿女 所以任何我们 任何一位都可以使用主的名 所以让我们来感谢 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不要真的 有这么宝贝的名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不使用 看到这样没有办法的 难处里面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要举起手来 张开我们的口 凭着信心 来宣布我奉主的名 我来祝福我们的弟兄 祝福我们的同伴 让他的情况能够变化 让他从这个里面来出来 那主的名 为什么这么有能力 有一处经文 特别跟大家提一下 菲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只荣耀归于父神 这就讲到主这个名 是已经降悲受死 但他复活升天 而且是掳掠了所有仇敌的权势 已经得胜的这样的名 是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是叫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 要因他的名而屈膝 而受统领的 统管的这样的名 而这个名今天给了我们 给了教会 所以当我们使用这个名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名 有绝对的能力 能够变化一切的情形 所以让我们凭着信心 来抓住这个名 来使用这个名 在使用这个名的时候呢 让我们知道 这个名有权柄 你知道它有权柄的时候 你的祷告 就不再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你就不会说 这个人生病了 主啊我求你 你按手在他身上 然后你来医治他 如果你真的有权柄 你就像知道这个名的权柄 就像彼得那样祷告 我就是奉他的名 我奉主的名 我就吩咐 对吧 因为这个名有权柄 一吩咐 主他自己 复活着主 自己就要做 所以呢 这个彼得不是求 这个摊子的医治 求神来医治这个摊子 求主再来按手在他身上 而直接就说 我吩咐 我奉主的名 吩咐你起来 你起来行走 所以这是一个信心 这不是我们一下子 就能够领受的 但是盼望我们凭着信心 我们能够操练 能够行使 所以主说 你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对吧 你不要求这个山挪开 你要吩咐它 这个山你要投在海里面去 所以 这个名是超乎外名最上的 主是得胜的 他把权柄 把圣灵 把话语 把名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祷告 应该是相当有权柄的人 我们有疾病的时候 我们要祷告 这个疾病要得到医治 要离开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仇敌黑暗的势力 在狭着的时候 我要奉主的名来释放它 黑暗的势力要离开它 对吧 这是有权柄的祷告 所以你就盼望我们 一起来操练这些 感谢我们的神 祂做事直到如今 祂让我们今天奉祂的名 来做事 祂在我们中间行心事 祂借着圣灵 把祂的话语 不断地来成为我们 活着的力量 帮助和得胜 祂把祂得胜的名赐给我们 叫我们哪怕什么都没有 我们也可以使用 盼望我们学习亚巴拉罕 这样的 以信心的眼光 积极地预备自己 来做器皿 来成就神的工作 让神 在我们中间 在三股 来继续做工 来做新事 来做更大的事 阿们 愿主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起立 我们唱诗歌 复兴主工作